我如果沒有往後看 我就死在那邊 之前有去鬼故事的節目出過外景 三樓好像有人就是在那邊離開這樣 我好像知道那個屋子 我就開始開始發冷 然後開始外面的狗開始在叫 已經完蛋了 怎麼辦怎麼辦 你知道以前我們在旅遊業工作的時候 有一個很特別的 我們都有小本本 怎麼樣去辨認不太乾淨的房間 你說他... 那個... 所以你真的查得到 那法是這一間飯店的這個房間曾經出過室 住進去的人沒有一個人可以停過一個晚上 大家好,我是謝了欣 歡迎收看小親叔 你找到金門那是旅遊的嘛 對 我那個也是旅遊的故事 你知道以前我們在旅遊業工作的時候 有一個很特別的 我們都有小本本 怎麼樣去辨認不太乾淨的房間 你認為怎麼辨認 因為我自己就是不選腳尖 你不選腳尖 我先講近一點 在台北 在市中心有一家飯店 他就在電視台附近 聽很多資深人跟我講說 他們只要約在那邊談Case 都會輸 飯店的大老闆執行長 是一個不信邪的人 他說我們為什麼 房間不能給人家住 然後下面的人都不敢講 但是有時候有一些人會很白目 後來爐 說我現在就是要住飯店 我想如果飯店 不要讓你住的時候 你就千萬不要住 然後住進去的人 沒有一個人可以停過一個晚上 大家都會嚇得逃出來 我有聽過一個故事 那是因為我朋友在飯店裡面 就在那個飯店工作 他說有時候要半夜 他就十點多 他看到他在睡 因為他太累了 他看到棉被飛起來這樣子 蓋他自己 飛起來蓋他 他拉他又叫他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什麼 大白天中午的時候 然後他就是出去 他就出去 然後外國客人回來的時候 發現說一打開門 看到一個女孩子坐在他的床頭 在背對他 然後他就打電話去罵 就罵說 你們飯店怎麼這樣子 你們那個房屋人員 Housekeeping就坐在我床上 然後就說 我們已經Housekeeping結束了 對啊 這麼陰 大中午 後來疫情期間不是沒有人嗎 對 他們監視器看到人在那邊走動 就椅子在那邊走動 你知道那個飯店就是這樣子 所以沒有事 我每次經過的時候 我都想要這個故事 而且最有趣的是一個香港的客人 也是那一間嗎 對 也是那一間 因為我那朋友是坐櫃台 他在櫃台 他說他就是陰要爐 他要入那房間 他說好 那你要住就讓你住這樣子 結果他說 他睡到12點 然後他聽到外面敲門 他就走出去 說誰啊 他就看一下那個孔 就一看就醒過來 他已經站在外面了 他在外面了 然後重點是 你知道門有的睡覺 不是把那個安全鎖關上去嗎 對對對 對不對 他安全鎖是關著的 所以後來房間門打不開 你知道嗎 瞬間移動都出去了 然後他就穿著內褲 跑到樓下去說我要去告 結果房卡一刷 欸 裡面怎麼有那個安全鎖 後來找人家夾檢斷 怎麼好像那一間法令很高漲 哈哈哈哈 你知道台灣有的是什麼 台灣凶宅網之類的 我知道 那曾經在上面出過事情 對對對 很多人都這樣看 對 那國外怎麼辦 你知道以前我們小本貝就會寄 什麼飯店 什麼住可以住 什麼不能住對不對 有一種房型 大家去住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什麼 無障礙空間 現在有一棟飯店 他的101201 301401 都無障礙 那就是本來就設定好的 對不對 而且無障礙通常都是離電梯最近的 因為出去就到了 沒有障礙對不對 可是如果說無障礙空間 在一個奇怪的地方 然後樓上這個地方沒有無障礙 可是這一間飯店的這個房間 曾經出過室 國外會這樣做 你要住這個飯店的時候 你去查他的無障礙設施 對 如果說他無障礙設施裡面 就在一個很奇怪的樓枕 明明就很不方便 但是出生在那個樓枕 那可能就是出過室的房間 為什麼 因為外國人不喜歡住無障礙空間 所以他就是 他平常出過這房間 他就是摳在那裡 所以只有那種 就亞洲觀光客 你知道 超容易住到那個的 那是很久以前 那時候我跟一群朋友 然後我們去西班牙 去塞維亞 然後還有一間非常古老的飯店 那個客人跟我講說 我就是要住在 離樓梯很近 然後呢 就是要方便進出 結果後來飯店跟我講說 我只有這個房間 你要 真的要嗎 然後我就跟客人講說 你要嗎 我就是要這個房間 然後後來那個飯店 給我一種一言難盡的表情 你知道嗎 好就給我這樣 我想應該不會出事吧 大概是五點多 五點多而已喔 然後他打電話跟我講說 先生你可以趕快過來嗎 我就趕快 我會跑過去 我一進去看一下我嚇一跳 你知道嗎 他那個房間喔 好像打破障一樣 滿地都是碎玻璃 我說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他說 他一進去之後 他太太就把所有的化妝品 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擺好 結果他擺好了瞬間喔 那個前面化妝品就 啪 被掃掉 在他面前全部被掃掉 他就嚇到了嘛 然後先生出來嚇到 你幹嘛 我說 剛才有人把我東西掃走 然後結果後來 他們講完之後 浴室的門 馬上關起來 先生擺在廁所裡面 然後夫妻兩個就跑出來 結果後來我想說 阿怎麼辦 我就下去說 我客人要換房間 他就跟我講說 我剛剛不是這樣不要住嗎 後來他說飯店街都滿了怎麼辦 後來我租那一間 只能我去住那一間 不然呢 天啊 對啊你知道 住裡有一些最恐怖之類的事情 就是你要去住那個 客人不想住的房間 我以前在工作 我很迷信 我身上有聖女大德蘭的念珠 我有去過耶路撒冷 我有去過伯利恆 我什麼所有的東西 全部拿出來 我都不敢睡覺你知道嗎 因為有時候以前 會碰到那種客人 進來的時候 然後就說 先生我要換房間 他說我浴缸躺一個人 怎麼辦 你不可以自己去別的飯店 訂一家嗎 附近如果是荒郊野外怎麼辦 怎麼辦 你要去哪裡 對不對 我想到他說 他說浴缸躺一個人 所以我洗澡的時候就要盯著浴缸 洗髮精 流到眼睛 我眼睛都不能閉 我很怕閉眼睛 會發生什麼很恐怖的事情 那你有親眼看過嗎 我看過的 是另外的 你有看過嗎 就是都是模糊的 通常都是模糊 對 之前有去台灣的一個 就是鬼故事的節目 出過外景 哈哈哈 那時候我想說 我都已經這個八字了 為什麼還要去出這種外景 對啊 但當時還 當時就缺錢 沒辦法就去了 那時候去一個 好像是巴黎的一個屋子 然後 然後 他就是 是廢棄大樓 可是因為一樓還有住人 但是他的大樓是這樣子的 然後他的樓梯已經有一半 都已經不見了 崩壞掉了 然後因為 三樓好像有人 就是在那邊 離開這樣 我好像知道那個屋子 對 然後後來我們那個節目呢 的一個目標 就是要去到三樓的那個地方 然後要 就是跟他拜拜這樣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目的何在這樣 然後 後來我們都去那邊 然後我就開始 發冷 然後開始外面的狗 開始在叫 我們就開始每個人都很小心 這樣走了 立走走走 然後走到一樓 想說 OK沒事了 我們要收工了 我們就是這樣走 然後有一個人就往前走 然後因為我剛好在 轉頭跟別人聊天 中間 掉下一個鋼筋這樣 掉在我前面 就我如果沒有往後看 我就死在那邊 然後我想說 好我們趕快先走 雖然我還是參加第二次的節目 你真的很欠錢 對 很可憐 但是第二次我是更害怕 因為第二次那個地方很龐大這樣 也是一個廢製的海鮮餐廳 滿有名的 就是網路上大家找到 就是它的牆壁是魚鱗片這樣子 反正我們在裡面也是要做一些任務 就是裡面有一個那個歌舞廳 我們每次玩上去 他們要在上面完成一個舞蹈這樣 我就記得那時候窗戶是全部是關起來的 然後後來呢 我就看到有些蝴蝶 飛到我面前 直線墜落 就死掉了 死掉了 但是不可能啊 怎麼可能 你剛才飛得好好的 然後後來那個老師就說 剛剛有人就是這樣子 讓蝴蝶沒有空氣 但是 完蛋了怎麼辦怎麼辦 後來我們就去到下一個點之後呢 我們就中斷錄音 因為是太多人要干擾我們 然後後來太多 就太多靈體了 比如說會讓我們的攝影機突然連不到 後來那個道次有講說 因為那個餐廳離廟很近 在這邊也可以跟娜娜講 就是離廟很近的 租的地方 就盡量不要租在附近 沒有錯 對 但並不是說不好 對不是說不好 是因為廟附近 很多人會來到這邊超多 所以這邊就會比較容易聚集這些東西 而且有一些人的食場或八字 就特別容易把這個帶回家 對然後我們那個餐廳就是在廟旁邊 所以他們就說剛好就是很多 然後後來那個道士就在現場 燒了很大一坨金紙 然後我看到一個很恐怖的景象 那個金紙燒出來的火 不是紅色的 藍色 然後藍色有一個臉 真的有一個臉 我跟你講我真的沒在誇張 但是是很模糊的五官 就是你可以感覺到 很像我眼睛跟嘴巴 然後就是一個大火這樣 然後我想說天啊這還要錄嗎 好後來 過了半小時之後讓我們錄了 然後後來我們又做了一個恐怖的 就搞不懂什麼要這麼恐怖 就是因為他那個下面有以前他們餐廳在調醬料的那個瓶 他們藏了東西在瓶裡面 你要去找哪一個瓶的這個東西這樣 然後我想說完蛋了 誰敢要不要下去 然後這樣找找找找找 然後就突然有人這樣 可是我就是不確定是真的有人碰我還是怎麼樣 然後我說不對好我真的講到沒事 然後就回家之後 照大家講的先去什麼夜市走走嘛 過一下氣 對 結果回家洗澡發現 我背上有一大痕抓痕 就是手掌的抓痕 後來我就趕快拍照嘛 我就傳給節目說 我們沒辦法再出你的外景 就是我身上有這些東西 他就說 那可能是你自己抓了吧 手那麼長 然後我就想說天啊 就是我發現我的體質好像真的沒有辦法做這件事情 真的有發生過事情的人 真的不要信心的去挑戰 因為你在挑戰的同時 他們會覺得 欸你很好玩 他們真的會過來跟你們一起玩 我們在演藝圈裡面問過所有的大哥大姐 大家多多少少都有這樣子的工作經驗跟生命經驗 一定 一定這樣子 所以就是平常說好話說好事 對 果然鬼月就是盡量不要 不要擺墨 去海邊 因為曾經有個老師跟我講說 那時候我們常常去樂壇玩嗎 他說你還敢去樂壇呢 因為有些看得到的人都會 坐那個船的時候就知道 那個海上的全部都是頭 所以其實基本上感應得到的人 或是你看得到的人 其實都不太敢從事就是水上活動 對 那水下活動潛水可以嗎 嗯 這我不潛 我們今天感謝小賴 謝謝你 謝謝小青哥 謝謝 下次再講一些 我們講一些其他的東西 好 好不好 我們講那個買屋機 可以 我們來上手心哥的節目 你要不要想來中口味玩一下 你要玩什麼 你要講鬼故事嗎 沒有啦 我們玩新的題材 新的喔 可以吧 好 你只要開口邀約我就去啊 好 好 去拍你家 好 沒有啦 我們就來聊聊看嘛 耶 你都看到這邊了 還不趕快按訂閱 要按訂閱開啟小鈴鐺對不對 我們不是玩食物 我們是認真的把它吃掉 你看地質學的證據 是很有趣的 好 好